我们说这个早鸟有虫吃 所以谢谢大家这么一大早 今天是蛮早的十点钟 就跟大家在线上见 那么今天很高兴 在我们教育讲座第一场 我们请到的是汪老师 这个美术学院的创办人以及院长 他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他们为什么这么出色的原因是 他们建校有将近30年了 那么汪院长带领全校的教职员 不断的跨越新的高度 所以呢 恭喜他们在2017年7月份的时候 很难得顺利的获得了 这个美国西部学校 以及学院联盟认证 所以这个等一下呢 院长会来跟大家谈谈 这个认证意义在哪里 代表的是什么 也让他们教育的水平是很卓越的 也这个领先其他童言 我要这样讲 WASC实在不容易 成为了一所被美国权威学历认证机构 认可的专业教育机构 那另外一方面 我来介绍汪院长的个人 汪雷汪老师 他是创办人跟学院的院长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讲单位 是美国加州汪老师美术教育学院 那么联合国秘书长世界艺术教育协会的会员 在中美从事儿童教育的美术教育 以及研究工作 他已经超过了40年 2001年 恭喜他获得了布希总统颁发的 杰出教育工作者奖 另外在2018年 也获得加州参议员 艺术教育 你逊的最佳杰出贡献奖 我们恭喜汪院长 也今天很荣幸能够请到您 那么我现在就把麦克风交给大家 今天的formula会是这样子 前面会由汪院长来跟大家谈半小时 然后接下来会由副院长来谈半小时 那Q&A的时候 从beginning你就可以把你的问题放在charing里面 或者是写下来 等一下你可以告诉我们 那最好是你提前告诉我 让我们有个预备 谢谢大家 我将麦克风交给汪院长 院长好 你好 会长好 各位视频前的朋友和家长们 你们好 我叫汪磊 我是从事儿童美术教育50年 今年正好50年 那么在这50年之际 我还有这么一个机会 和Semarino华文协会 共同主办一个开出12年级的 儿童的这个美术讲座 感到特别荣幸 今天我和我们学校的副院长奥马 我们一起来向你们一个日普及一下这个美术教育 对孩子们一生的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奥马老师会给你们说 就是说你的孩子如果想升大学 想特别是想考艺术学院 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可以帮助到你们 还有一些学生的考中科大学 不论你考医学还是考法律还是考财困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做一套这个作品集 在你众多的优秀学生中 怎么让你的孩子更加出彩 怎么让那些招生官 在全世界的优秀层里面 让你孩子出彩 就是说我们先主观的 我们就先说 如果有这个等我结束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的时候 你们可以跟问话 刚才Maggie会长说了 你们有问题也可以写个条子给他们 或者发个短信给他们 然后我们一一回答你们 你们直接问我们 当然更好了 我们就直接回答你 那么就说我们学校是一个 在Saint-Gabr 我们Lisa Marino最近的一个学校 向南开 过了这个Lastonus 就在这个Saint-Gabr 大道旁边一个小街上 我们的地址是420 South Pine Street Saint-Gabr 大概开过来 你们就几分钟时间吧 然后呢 我们学校是一个 以创意为主的一个美术学校 就是你们孩子 估计也在学画画 就是说一般的很多都是画画的玩儿 就画一个狗啊一个猫啊 我们那时想通过绘画 培养孩子的眼睛的观察能力 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我们还要培养小孩记忆力 这四点是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当中 我们始终把握的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教育从三岁 比Kennig Garden还早 一直到十二年级 把孩子们送上你们梦想的艺术学院 包括你们想考任何中科大学 我们让你的 在你们优秀的成绩上面 让你们更加出彩 让你们在众多的优秀生里面 让你们 让招生官里面 能看上你的孩子 因为那时候考大学都是好成绩嘛 特别是好大学 我们这个Sama Rinal家长 我认为是最重视孩子们教育 就是说我们一切 我们奋斗的一切 特别来了美国 就是让孩子就出息 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学校 将来有个好的职业 好的人生 那么我们一定会帮你们 助你们一臂之力 另外一个呢 我们学校刚才来 Mike有说 我们建校已经近三十年了 我自己从事这个呢 是五十年 因为我在中国也是做了 二十年的美术教育 然后才来了这个中国 我们的孩子 因为从三岁到十八岁嘛 整个十五年的这个教育体系 我们小班 启蒙班包括儿童美术创意班 包括这个转型期的 那个期内的时间 和进入那个作品级的班 我们有一整套的教育体系 那么孩子们从小 我们抓好他的创意思维 不让他在很多学校 给他们画素描呀 画油画呀 其实我们是做这个方面 教学和研究的 在小的时候 培养孩子的绘画兴趣 培养孩子热爱艺术 让他享受艺术 在过了一段年龄以后 让他可以接受 这个3D空间教育的时候 我们才给他学素描 上来孩子们都是大师 所以千万不要在 纯技巧上面 去要求一个孩子 让他在绘画当中 得到快乐 让他在绘画里面 去表达他要表达的感情 像我们的孩子 比较早 大概9岁开始 就可以接触 这个写实性的绘画训练 等到12岁以后 就进入非常严格的绘画的 比如说讲 一点透视 和素描的训练 和油花呀水彩呀 这个包括后面 还有电脑绘画 然后最后就进入这些 刚才你们看到的奥马老师 进入他们这样的 其他还有其他的几个老师 大班里面进入专业性的训练 有的小孩要学 服装设计 汽车设计 娱乐设计 建筑设计 动漫设计 各种各样的专业课程 我们后面都开始了 我们的课程呢 是与这个大学 是别鬼的 就是说我们的作业 就是没有一张 让孩子们进入大学的作品 是copy 当然小孩喜欢 copy 卡通啊 你们在家里玩 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你们不要花钱 到学校去学copy的卡通 那个是浪费了父母的这个金钱 浪费了孩子的时间不讲 把孩子的感觉啊 学坏了 因为那种话 不动脑子 只设计模仿 我们这种教法呢 就训练小孩子的手上的造型能力 和大脑的这个想象能力 那么家里你想画卡通 像临摹的一些卡通 不用花钱的 你在家里面哈 你想怎么画怎么画 喜欢什么画什么 不需要花了钱 然后再去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画卡通 画得很漂亮 那个作品哈 上大学没有用的 一点用都没有 包括临摹素描 临摹头像 临摹油画 临摹风景 都不可以 就是我也设计了很多学校 像附近的有Kiss Art 美国人办的 New Mission Renaissance 我也去看过 就是我们不是说别人 别人有别人的教学理念 别人有别人的教学方法 作为我们 从事几十年 这个教育 美术教育的专业人员 这个老师 教育工作者 我们是 一定让你孩子走在一个 正道上面 培养一个很好的绘画修养 如果你学了画画 都看不出来一张画好坏 看不出来这张画是一个 是艺术的 还是一个降气的 如果没有区分 那将来你的生活 你也很能把自己眼光 提高到什么样 所以我们培养孩子画画 不是说每个人都去当画家 我们培养画画 是让孩子们有 很好的艺术修养 很好的艺术品质 那么就说 我们平时生活 吃维他命 ABCD一直到Z 我们维他命都吃 可是艺术维他命 我们特别用华人家庭 现在好了很多 过去不让孩子画画 父母不重视 认为画画就是挨饿的 画画就是穷的 现在家长懂得 原来一个人 需要艺术营养 需要艺术维他命 你的生活 永远离不开艺术 你家里的布置 你自己的穿衣打扮 你的对艺术的品味 哪儿都离不开 对艺术教育 所以我希望 就是说 不管你孩子多大 如果没有学画画的 一定要学一下 它特别有用 特别还深用 像小孩子 School的那个Project 很多都是插画 读了一本书 你要画出来 像他们Smarino 有那个 每年有书签大赛 我们每年 像我们的孩子 Smarino孩子 参加这个Smarino 书签大赛 每年 我们都拿来的 第一名的 还有像那个PTA比赛 就是Panel Teacher 是美国公立学校 最大系统的一个绘画比赛 像 去年 你们Smarino小孩 Angie 她的姑妈 是这个 Joyce 你们大家都认识 是你们现在 也是你们 Smarino 华人协会 现在也是你们的 负责人之一吧 她女儿去年 就得了 这个谷歌大赛 全加州第一名 这个很难的 非常难 还有全国第一名 为什么我们华人拿不到呢 她那个 周一级的比赛 有那个专家 借记来评 当每个州的第一名 放在一起的时候 全国的 还靠投票 靠那个投票的 基数 达到最多的 就去得全国第一 那么华人的 基数在美国 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也从来 不指望拿到全国第一 所以我们拿到 加州第一 已经是最高奖 我们加州最高奖了 另外像我们参加 Toyota每年有那个 My Dream Car 一个汽车比赛 等一下欧马老师 会向你们秀那个PPT 我现在 因为我今天讲的 没有来着做PPT 然后我就说 欧马后面会给你们展示 这个我们小孩子的作业 可以展示我们的获奖作品 可以展示作品级的 Portfolio小孩 各个专业的作品 等一下都会给你们看 像我们参加Toyota比赛 我们拿到全美国第二名 你说我们华人在美国有多少人 我们拿把第二名拿来 像还有那个美国的 Toyota那个Magazin 那个封面设计 我们拿的是 也是全美国的第二名 还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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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还有什么 就Congress 那个For High School的 美国还有那个 什么州议员 那个国会议员 市议员 就各种 还有些Government的这些 这些 就美国主流社会的会话比赛 我们孩子就拿到国会议员奖 参议员奖 州议员奖 市长奖 郡长奖 这些奖金看起来 一个是对孩子是鼓励 因为小孩常年会话嘛 就是他就感到很 不 不 人比较无聊 那么让他去参赛 参赛给他获个大奖杯啊 获个奖状啊 或者获了奖金啊 像我们得那个 那个 1997年 大都会举办的全美华裔青少年绘画比赛 那我们学生拿来的第一名 奖金两千五百块 2020年我们又是拿了全美国第一名 又是奖金两千五百块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钱去参赛 就说 孩子们会得不同的奖金 我们现在也正在参加各种比赛 什么五百的三百的 或者二十的 九个大华比赛 也有一百的 什么三百的 就给孩子真是一个强行争 对孩子是 对他的学习这个绘画 对他肯定是认可 反过来说 有家长讲 哎呀 得奖很难 我们没有希望的 就是说 贵参与 从小让小孩 叫融入社会 获奖是鼓励 那对我来讲 你们知道 虽然我们得的全美第一 或者全家庭第一 可是99.99%的小孩 都没有获到奖 难道就是说 这些孩子不好吗 其实不是的 我们让小孩 要参与社会 参与社会的竞争 因为社会竞争很大 如果没有得奖 对孩子也是个磨练 要经得起挫折 要经得起打击 如果今年没有获奖了 我们怎么办 难道我们是 给挫折不干了吗 不是这样子 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我们明年再来 明年没有获奖 我们后年再来 其实我培养小孩 是坚韧不拔这种精神 经得起挫折了 这种心理 心理要很死壮 就像我刚来美国 我教我教课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 这么大的学校 福斯乐体 我们没有的 那时候我就在家里面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没有钱去租 租一个office的时候 我就在我很破的 他们里面教课 那么我们来的 都是Semarino小孩 阿盖地亚小孩 和周围的这些 Semarino小孩 这些家长带的小孩 我们小孩 都含着金汤池出身的 他们没有见过 我的那个正式 我那房子很破很破 没有空调 没有电扇 就那么一个灯 还不够亮 我们还有家长 给我送来的 那个大的灯 去照等教室 桌椅板灯 全部是我们家长 在做的党联系来的 我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住的附近 都是老末 很破的阿盖门 每家开的很旧的车 可是我们的孩子 参加 美国这个 像纽约大都会的比赛 我们拿的是全美定移民 我说我这是鸡窝 飞出来的惊疯狂 而且我们孩子会直说 哎呀你们这个房子 这么破啊 你们这个车子这么旧啊 我去教育孩子 什么是一个优秀的人 什么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 我就举了很多例子 如果你穿得很好 打不得很漂亮 可是你上课不专注 做也不做完 生活上对老师 对朋友 对家长没有礼貌 不喜欢帮助妈妈做家务 那些穿得再好 别人会喜欢你吗 那我就反过来举例子 你穿得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的 你很有教养 很懂得尊重人 很有爱心 你们喜欢哪一种小孩 小孩很有分辨力 他们喜欢第二种 我这就对了 所以我们 虽然我那个当时房子很破 可是我 在大概在几月的时间 就突然长到八十多个小孩 我就走出来了 我就开始那个正式办学了 那么我们很多家长 他们不嫌我房子破 也不嫌我家里没有空调 也不嫌我家里冷和热 他们说王老师 我们孩子就缺这一刻 非常感谢你 你帮助我们弥补了非常 小孩人生道路非常重要的一刻 懂得什么是 什么是努力 像我们还半熟悉班 三个小孩全天在我们这 我们手学班办得非常好玩 我们有的小孩挑食 虽然我是讲到画外的事 画画的事 其实一个人 是一个综合素质 不只是看他的学习 学业怎么样 画画怎么样 其实我们要培养一个 完整的人生 完美的孩子 我们要培养一个孩子 综合素质 除了艺术学员以外 我们懂得努力 懂得吃苦 懂得尊重他人 懂得有个爱心 人要有怜悯心 所以我虽然我们那个房子 那么破那么旧 我们孩子非常努力 没有人说 哎呀王老师 我这很热啊 王老师很冷啊 或者什么什么的 没有的 大家来了就是学习 就是把画的画好 如果谁没有带橡皮 我们小孩马上就把他的橡皮 会卸给另一种小孩 谁买了一套高级的笔 有的时候我刚来 对一些品牌 我都不太熟 像那个当时的Kopik Mark 一套都四五百 七十二色 那个Presima Color Pencil 一盒 一盒那个彩色铅笔啊 都一百多块钱 那时候我刚来美国 还不认识这个牌子 那么我们有小孩 家长还懂 就买这个好牌子 可是有的小孩不知道啊 你又就 看他涂着真漂亮 然后我们还怎么样 就分享给别人用 那我看到非常开心 我就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妈妈 我说哎呀 你这孩子真好 将来一定有很大出息 他一定都没有找到 这是我的 我不分享 他不是的 他马上就可以分享给别人用 然后慢慢慢慢 我们每个小孩都有一套 好高级的笔 所以画的效果特别好 包括我们现在 我还给家长找到了一套 就是差不多的 就质量的价钱便宜 百分之九十的牌子 现在我们小孩 我们不用扣费了 因为是真的好贵 但是我们还给家长喜欢 他还是买 当然你买 我们是欢迎的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套 就更好的 就是说 特别是价钱方面 质量差不多了 价钱便宜好多好多 那么就是说 我们培养孩子 就是说 除了画画以外 就是我们家长说 我们培养孩子 你要培养孩子 因为我是搞教育的 就教书育人 不只是说 我只教你画画 我们还要教小孩做人 就是说 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 就是说 你们要让孩子 帮你们做点家务啊 就是孩子如果 他希望要个什么东西啊 别让他特别减 easy就给他得到 就是说 你们讲话算话 孩子讲话也要算话 培养孩子的诚信 培养孩子吃苦 培养孩子去做义工 然后呢 让孩子做leader 很重要 对将来上大学的加分 像你们学美术的孩子 你可以在学校里面 有美术兴趣小组啊 像高中生啊 你可以参加学校的这个 像编这个夜布克呀 学校的杂志啊 你们可以帮班级啊 帮校长啊 做一些美术设计方面的东西 既锻炼了孩子的这个工作能力 这个绘画用的实践中 另外呢 对他上大学呀 也有非常好的帮助 像我们马文周 他在威斯科威娜的高中 他们学校的整个页过客 大概有两三百页 是他设计的 整个一本书他设计的 他们校长感动得不得了 所以他上大学的时候 他们校长亲自给他写推荐信 然后校长高兴的 给我们老师寄来了一张 一百块钱支票 这不是钱的事 就是说对我们学校认可 对我们老师的认可 所以我们也挺激动的 他帮学校设计那个 那个学校T恤 设计logo在T恤上 你知道吗 全校的学生啊 都在他衣服上签名 他一件衣服上签得满满的 只是可惜当初我没给他拍照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有照相机 现在这个手机到处都能拍 那时候我 我还没有照相机 那个时候 后来我买了一个 然后就是说 就是说 通过这个设计上 家长们就像让你孩子 除了在学画画的同时 让他用在实践当中 比如说 比如说有的小孩做义工啊 去图书馆做义工啊 到医院做义工啊 到老人院做义工啊 你也可以让小孩子 我只是启发你们一下 你可以让小孩子 比如说设计卡片啊 等到圣诞节的时候 去给那些 得了癌症的小孩啊 给他送去 你们的小礼物啊 画上你们的亲手做的 制作卡片啊 送到医院去 真的 那些孩子们非常喜欢的 还有我们小孩 帮那个医院里面 画那个医学讲义的插图 那个医院也给他义工的时间 这种义工做的比 只是去像 只是 做像 每个人都能做的义工 还不一样 因为这个 和你学的专业 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对孩子绘画的技巧 绘画的创意 他有提高 同时 他将来走入社会的时候 他都可以用上这些事 用上这些 他的才能 所以我今天 因为等一下这个 这个学术方面的东西 我让奥马给他说说 就是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 给家长指一条 就是怎么 用着绘画 怎么帮助到小孩子的 生活能力 生存能力 学习能力 和他上大学 怎么样让他 增加更多的 这个credit 让这个招生官 能看上你的 看上你的孩子 因为我们SAMARIA 小孩都很棒的 都是考好大学的 竞争也非常大 那怎么让 这么大的竞争当中 让你孩子 跳出来 那么怎么通过 学美术 虽然一个礼拜 就这么一点时间 怎么让他 发挥最大的功能 特别像小孩 你学了绘画 小孩子不是 有读书报告吗 他的里面 都有很多 就是插图 要排版 那么他的 project 做的一定是 非常非常棒的 像我参加很多 学校的 公立学校的 open house 我们的孩子的作品 都是放在最前面 最重要的位置 还有我们小孩 做作业 他们的project 做的就是 他的作业里面 把很多插图 我们很多小孩的 作业老是不还了 老是要留着 要给将来的孩子们看 老是要改作业 首先把我们的小孩 作业拿出来 要把他们先改掉 就是说他们通过的绘画 给他们在学校里面的 这个academic的作业 我们给他又有很多的帮助 还有你们很多 每年不是有PTA比赛吗 就是说我们小孩 什么学校第一名呢 就学区第一名呢 加州第一名呢 加州第一名 我们经常的要 我们还在全国第一PTA 全美国就一个 我们还参加那个 我们去佛罗里达 参加全美国PTA的conference 我们那个 我们小孩上去发言的 像美术一个 这个PTA比赛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 美术 还有那个 就Vidual Art 还有那个摄影 还有那个 还有写作 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 那么那个制作小电影 还有五大象 六大象 绘画是一项 我们得到全美比赛 这个小孩子 你说他有了这个PTA 全加州第一也好 全美第一也好 这个都是 很非常好呢 很难很难的 所以我们学校得奖 多到什么程度呢 外面都不相信的 哎呀 你说讲 是不是开后门呢 是不是什么呢 我说怎么可能呢 PTA送到哪 最后在哪比赛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一级一级送上去的 像淘汰比赛 寄出去了 谁知道他们 那个家具是谁啊 狗哥比赛 你知道评委是谁啊 不可能的事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好到什么样呢 就是说 我们好到 小班好到 人家认为 我们小班好 没有大班 大班 我们作品机班 好的 一个大班家长 只以为 哎呀他们大班很好 小班大概不行 其实我们不管是 儿童启蒙班 我们不管是 那个 儿童美术创意班 我们不管是 这个转型期的 这个听戀这个班 和 儿童的 这个 这个 advanced class 和 作品机班 我们都是 不是我们说大话 我们都是最棒的 我们都是最 最专业的 因为很多小孩 到我们需要 在别的需要 好多年 到我们学校来 我们真的为家长 感到很可惜 他的作品上 不可以用 看到 因为儿童很直 他直说 这不错 所以有的小孩 很受伤 家长很受伤 画了多少年 你一句话 就否定掉了 他画的看起来 很漂亮 家长很喜欢 因为他是 是临摹的 是copy的 不可以用的 你所有的作品集 那些 招生官非常专业的 你这copy来自什么地方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有人copy是什么 Harry Potter 里面来的 有人copy 从什么地方来的 或者是日本电影里来的 那个造型 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copy多了 你的感觉 就给那个artist 抓走了 这幻化讲 你各身 讲你 你每个叫的你person的 unique的 他需要这种作业 我们学校真的是做 不管小班 大班 中班 我们全部都做到了 我们要把那孩子 领在正路上 一张白纸 很好画画 有的从其他地方 转来的 我们很辛苦 我们要改变它的感觉 像有的小孩 想考这个3D动漫 或者要想学 这个电脑的方面设计 从小就在学电脑 他没有手上画画 不可以的 一定要有手上的功夫 手上的纸上的感觉 电脑是一个工具 电脑让你可以更加出彩 但是不是说你直接就电脑画 没有手上的感觉 不行的 所以一定告诉家长 从小在纸上面画 慢慢的再进入电脑 电脑是工具 你会画画的电脑 你更加出彩 更加方便 打个比方讲 我画画是一个暖色调 然后想改成冷色调 那你要是painting的话 那就很难改 你改不了了 可是我们现在电脑很方便 我想改什么色调 什么色调 电脑是一个工具 你会画画的电脑特别出彩 现在不会电脑不行了 但是你首先要是会手上画画 所以我们有的家长来 那我只想电脑上画 我说你想电脑上画 你首先还要给我报一个这个手上画画的 但是你不着急的话 我让你手上灰了以后再报电脑的都可以 你报电脑同时一定要报个手上画 我们不能就是你要炒牛肉 我们不是餐馆 我给你一排牛肉 你要一排炒肉丝 我给你一排炒肉丝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能follow你的要求 你要follow我们要求 但是我要知道你在想什么 如果你说我将来想考动漫 那我会想做这个carat design的 我们会在你人体方面给你加强 但是不代表你这个素描 透视色彩不要要 也还要要 你说我将来想学建筑设计 除了这些绘画前期以外 我们后期给你增加很多透视东西 你搞建筑设计的小孩 透视要非常死壮 就是后面有侧重点 但前面是一样的 首先keep你的绘画兴趣 你要培养你的眼睛的 看东西的要shuture 培养小孩记忆能力 因为绘画的人啊 记忆能力很好 他眼睛很shuture 记忆能力很好 你记忆能力好了 你学习好不好 学习好 什么是伟人呢 伟人都有好的记忆能力 很多人看了忘记了 说一盒忘记了 画画的小孩记忆力很实壮 他后来画画 他不要看这些资料 他就画出来了 那些图片都在电脑里面了 因为他平常用的眼睛观察东西 和一般人不一样 那有好的观察力 好的记忆力 还有很好的一个什么想象力 你看看个圆 别人小孩看个圆 我们小孩画成一个太阳 画成一个happy face 是不是 那个小孩把他变成一朵花 那个小孩把他变成车轮子 那个小孩把他变成一个钟 他一个语言 他画了一百种东西出来 这些imagination好了 那么记忆力 想象力 那个观察都好了 他的创造力好不好 也好了 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创造的 我们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在创造这个世界 我们永远在发明创造 你不管在哪一行 你有一个好的创造力 你在任何一个单位 你在任何一行 你走在人的前面 艺术家是最聪明的 艺术家很辛苦 永远是否定的 是不是 你画再漂亮一张画 你就不要了 你下一张怎么样 推翻再来 为什么比加速的 赤裸这种人 人家称他最年轻的画家 他就是永远在创造 那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有任何问题 等一下将来问我 下面请Oma 给大家再继续说 谢谢你们 谢谢院长 很精彩 我有很多问题 等一下请教你 那接下来我们就 按照你们原来的规划 我们现在 欢迎来到Mr.Oma 他是副院长兼教学部总监的 美术教授 那么加州州立大学艺术学士 Otus艺术设计学院的艺术硕士 辅导的历届学生里面 让人惊讶的数字是在这里 所有他辅导过的百分之百的升学率 全部考上美国知名的艺术学校 那在艺术方面 他曾经担任过几家博物馆的艺术总监 包括Torrance的艺术博物馆 Otus艺术设计学院 还有Soshana Wynn I-Fi等等知名画廊 他也举办了这个艺术的画展 也曾经担任过 大家都喜欢的好莱坞 电影节获奖短片 加的艺术指导 那么电影电视的原画设计师 也为知名的歌手 做词曲作家 还有演员进行相关的艺术设计 我们现在大家以掌声欢迎他 我们就悄悄地鼓掌 That's welcome Mr. Omar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So I'll give a presentation of our program and you could see a window of what we do Yeah By the way I think maybe they need a translation Or maybe later It'll be a subtitles Oh that's great Thank you That's great Thank you So we are West California Academy of Art and Design And we are an accredited Supplementary Educational Center So our education Is accredited And the students And families are insured Of our education Especially when you get To be older It comes into play With the type of Recommendation letter That is given to the students Is It has our seal of approval And also the accreditation approval So it'll go a long way Wit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ir application So we have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our main headquarters Is San Gabriel And we are welcoming And new partnerships Through our arts We are promoting And engaging student audiences And cross-culture education And dialogue Our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tegration In our curriculum The academy is an immersiv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That provides tools For creative exploration So the academy The academy is best known For our contests We have over 4,000 winners And significant students Have been admitted To Harvard Yale UCLA OTIS UPenn The list goes on They go everywhere Just recently Today this morning I found out That one of our students The academy is going to London For a college of fashion So they're going internationally And nationally And we have a long history Of preparing these students For college And they're dealing with Not only getting acceptance But honors And also merit High merit scholarships We get into different contests Firs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nd locally And they're always winning And sweeping Usually in the top three spots We have a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And we create Supplemental art And design portfolios So I'll share a video To our program This program I think Terry The knowing The one The remember The认 inten That will It is No And I think It is It is You It is Me It is It is The 汪老师美术学院 虽然教了这么多年 让我越来越庆幸自己充实这个行业 现在有学生三百多人 也有十几位老师 我们学校是把兴趣 做为一个很大的方便 我们不只是一个培养孩子 技巧兴训练 就是让他们觉得热烈的事 规划是很好的方法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培养他的勇敢 平常都是自信心 我认为孩子的艺术 因为孩子是独立的 他们有玩意 他们有感觉 在我的学校 我并不只教了 基本的艺术技术 我教他们 要清理学校 要继续 要分享材料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我会认为很多学生 我发现 每个人都很创造 我认为学生 学生 我认为 我爱这个画面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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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我认为 我认为 做到最好的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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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患者 非常有贵 und самых耳 тот穆-き LCINENGAL 他們已經 translations Estefan that was stuff this fact in the lighting composition atenção 看一下 說謝謝 藍絹 我們現在的學生 有值得 看到 我們很喜yle 我們最討厉的 教授 這些經濟 進入 我們 sempre 有關 我們 學生 十色 學校 我就把握了这一点 就是说不污染它 我们有老师去教育 但是老师不限制它 给它更多的启发 我们培养还不是只 培养一个画家一个家 我们培养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完整的人品 这老师呢 就很愿意来教育课 他们热爱这个工作 他们热爱这些学生 家长对我们老师 绝对是肯定 所以你看我们的学生 做了这些学生 的学生 就是手术 和你一看 教育 学生 教育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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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otentivities and arts and strengthen their skill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 We try to hone in on what they like and how they cultivate that. Through our program students not only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aesthetic and temperament, creativity but also the intellectual performance at other subjects as well. So we really believe in integrated arts that they could apply not only arts that they're doing in our program, but other subjects as well. I are objective is to expand students' vision of life through various means of self expression and s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creative drawings and artistic visual fundamentalsand to increase their overall creativityand ability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through arts. And you can see that it's not only in the classroom. We really try to take them out to see the world, to interact,to build communitiesfor them. we employ an inspirational method of teaching by arranging our curriculum according to the phase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nd development by training students to observe memorize and develop their imagination we really helped to master the fundamental skills of creative visual arts so you've met our founder and myself but we have other members our new principal professor wong famous theorist and a former teacher for pasadena art and we have leading artists and professionals with diverse backgrounds that really try to give a lot of their experiences to our kids so we have a commitment to audience build to really have students go out in the world and use their art our structural is our creative training with through fundamentals and we really are very specific with individual plans so when a student comes in a family comes in we interview them and that'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 because from there we cater the program to them we have different types where it's children speaking where there's three to five creative so that's six through eight and transitional nine to eleven there's also students who decide to you know continue art not necessarily majoring it but that's our advanced art and then students who are more serious with our portfolio preparation so in our format we are dealing with sketching drawing representational painting 2d 3d digital and so on our content really is creating creative approaches and through observation memory and imagination but also we're looking at culture and art appreciation and our arrangement is 821 so teacher to student so here you get a glimpse of student examples so three to five and this is introductory so really creating and expressing their ideas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techniques and basic play painting in a way through line textures shapes they're learning how to mix colors and a pattern recognition there's also natural techniques like scribble painting and really it's like these sort of exercises can be learning uh they're also association right through our depreciation or just daily sort of life experiences as we said they're dealing with elements of art and design observation investigation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perceiving and response responding so problem solving is always at the helm from all group levels and integrating arts right so they're looking at dance music literature so everything can be used as art so the important part here is uh picture depic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and of intention um at the end they'll be learning how to color mix they'll get a sense of true representation of color and new strategies that weren't there before they came to the program and putting things together in a way to contextualize in their picture uh experimentation and not being afraid to experiment really um trying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 to have a new language in a way and a chance to discover and really hone in on ideas and have fun so we have 68 and this is really now going to more application of creativity through line uh space and composition uh they're dealing with brush strokes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s uh they're really honing on their creativity what is uh tools to really personalize their projects um if they have any questions really are trying to guide them to have finished works uh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they find new solutions and same as before elements and principles of art and design here they start to draw people with more representational and realism of what they know as realism right um but you also they're using symbols to communicate and through the visual language and applying the techniques that they've learned at the end they'll provide sequential learning in creating art for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space uh influencing design with their environments so looking at their environment uh trying to apply those things uh allowing people and to have more of a kinetic movement with them through problem solving and feeling competent about their work that they're kind of growing and understanding and their little drawing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here is a transitional art so this is a phase tha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threshold so some people get very frustrated about their drawings and that can't go into realism because they're trying for that but they know that at this point um we really try to have them see that there is possibilities that there is a chance to have a portfolio career so we kind of lightly start talking about them we also try to have them use other means that weren't there before like digital art so that way it sparks their interest it keeps them motivated so at this stage it becomes very frustrating they aren't able to create a realistic picture but they express i can't draw usually uh they are inclusive and critically aware of the immunity because they're seeing that the other students the mature students versus the the children's students so it's it's again more of a stage of crisis but we always have uh good results where our instructors our program really cultivate them to really push out through the threshold and go into those upper division courses and enjoy what they're doing right through mentoring um demonstration of you know other kinds of experimentations and other kinds of examples of students um and also because they're active they're really using art in different ways like competitions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n there's a junior advance where here the students are hobbyists but they are gaining the skill that they they could use them also for other things like school competitions um maybe uh there's areas that they could design for their schools like um there's people who are designing rings for their junior year they're uh dealing with yearbook covers um they're designing uh maybe a new facility they're doing going into architecture so um through this they are able to to be participants in their own community as well and through here they are dealing with more advanced subject matter through sketching uh they're learning how to use paint but not only paint but also deal with other their subject matters in their context um abstract painting illustrations and so on um they're using art and technology so i think it's really heavy where it's not only a way to make pretty pictures but they could be designers um they could use art in a way that deals with futurism um because so much of the world is changing right now so we started really early about eight years old um and at an older stage they really are going into these more heavy research projects so we have digital media and a lot of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dealing with their ipad but when they get older they go into photoshop because photoshop is a way to easily introduce them to other heavier softwares the younger kids are dealing with digital media with ipad classes we have procreate students are using photoshop illustrator blender medibang maya indesign dreamweaver and so on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few that are popular with our program also there's a chance to deal with graphic designs there's a lot of students who early on are majoring in graphic design but they don't wait there's maybe opportunities that i get there was one parent who was looking for a brochure and he asked us and we threw this project to the and actually the student was able to get a job through this and so we won't really want to have children be active so our fundamentals of 3d modeling computer graphics using industry standard software they're dealing with texture and lighting and rendering and they'll you know really go into storytelling bringing characters or fashion sketches to life they learn about graphics and advertisement and applying the tools and film communication arts through animation television and game industry our creative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we really believe in logic and creativity and how those two hemispheres could come together so that way again there is a strong balance between those two modes students are dealing with art and ecology so we have students start thinking about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seeing how they could create a project that deals not only with the future but also sustainability we are dealing with social practice there's opportunities all around through art that they could you know use it for an ecological research way so our art strengthens the mental core of a child's mind we really believe it actually teaches kids how to be competitive in ways other than sports it causes individuals creative thinking which is quality sought after by many businesses so a lot of businesses are actually hiring different artists because they wear their thinking right and that's what we want our students to have is to have a business sense so not only are they dealing with art and digital media but they are getting through the professors through the mentors a window of a career world and how to navigate through the arts in a business way so we create leaders who think creative these are sample art contests so early on we have them compete as early as five years old um and so that way they are doing something where they are they know that there is an outlet and so here we have rory russell 12 phe we have ptas and you know even uh cover designs for older students right um so same thing meta life or 99 ranch uh we have older students who are entering uh maybe poster competitions um there's other place members who are creating maybe projects that could be suited in class but the good thing is that these projects also could apply to competitions because of what the teachers are instructing what the content is and usually it's applicable to sort of health competitions um you know the content is already there so it's just easy to integrate and put those projects into a competition and win uh there's also book com bookmark competitions all around that we enter and recently um ashley pay was our recent winner we just found out the the other day yesterday uh she won the national for uh directing change program and film contest themed hope her winning artwork is titled growing hope and the director directing change program and film contest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th a mission to educate young people and critical health topics through the medium of film and promote social justice by changing conversations i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so you can see her art um also students are great gaining uh con congressional awards so that's the benefit of going to our program that students are winning all around and different types of awards and again you'll see examples from all adrian's from five years old canada world cup and we have six pta reflections covina valley green contest winner eight years old we have congressional contest winner nine and then all the students too right bronze south and district board supervisors award and just example of how they win and sometimes they're even getting uh cash prizes and so this is um our california first place winners and we had doodle for google contest so we won uh twice recently in 2020 with angie lee and pregnancy 2017 16 with eric chang and doodle actually came to our school and presented the award this year with kobe we couldn't really do that but they did give us an award uh for the school and thanks to our student angie uh so you'll see uh your workup world cup live painting this is a student angie lee that won the doodle for google and uh also aiden lee uh sibling for winning the martha baldwin school award with merit um and it's private parent approved right that means uh we have parent testimonials here and i believe we have somebody speaking on behalf of a live testimonial uh so also in yelp you can see our reviews that you know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our school about what they went through through their experience after they graduated and this is the award here i do it for google so what we don't do is art for art's sake right uh we don't do art therapy or we don't copy uh copying is okay if you're doing for a master copy but just to copy or doing anime for cartoons like that we just don't do that just because the college don't like that the students don't learn much uh they just learn to be copiers so we want them to really benefit them in the long run so we not don't only focus on skills but conceptual ideas we teach students how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their production and so now we get to the older students right portfolio preparation uh so how do you gain acceptance to your dream schools um how do they get recognized by offers and faculty and distinguishing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peer competitors competitors and so we have different art majors and so our structure in the older students is transdisciplinary so yes they are dealing with a discipline or multi-disciplines or sub-disciplines within that interdisciplinary but we can cater through everything so that really means that what we do is real world problems real world solutions through their art and design so we offer college bound students a unique combination of practical expertise and mentorship to help them develop the skills knowledge and confidence to choose the right schools for them and get it it's all about making the greatest package right for the college bound so we really believe that through their portfolio is really important part of it especially now where they're trying to eliminate the sat slowly uh so it's not considered as high as it used to be for some of these art schools so their portfolio is going to really say a lot for them this is our case study which is rebecca chu so she's back with us now as my ta but she went through the program when she was about six years old and we got her into a loxa for uh the arts high school and she graduated graduated and now is attending otis as uh she's going to be a junior uh fairly soon her brother same thing he is uh with us and he's pursuing an entertainment design portfolio but same thing he went and followed his sister uh through application to locksville but same thing he grew up with us and he's been here since he was little so what we do is develop a quality and accredited education uh through faculty and professional artists and college and industry professionals we have a dynamic college advisory service especially in art and and design so we talk with students and families to set up a plan set up a college list and get them in we have expertise and mentorships so throughout the process really are guiding students uh 24 7 uh providing uh information bringing in different uh college visits or other uh college questions that they might have uh so they develop skills knowledge and confidence uh quality digital portfolio and small classes and also we provide tutoring for them so we have animation uh we're dealing with slot motion and two 3d animation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uh then there's also animation principles so they're specifically about animation uh its history and how to know what they need to do for uh their interest also their storyboard development for their animation so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so learning about the process of planning designing constructing and what kind of models and even material that they're using they're dealing with inspirations and technology that would go into their building and learning how to design throughout to really solve problems and they go through interiors furnishing urbanism even transportation so we have conceptual structures and exploration and then also model building there's uh technical drawings and drafting and the process of design we have entertainment design so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gaming animation or movies so designing the concepts for their characters vehicles props and in their environment for their fictional world and render them they make creative innovations they're using sophisticated graphics learning a little bit of electronic games strategies skills and mathematics in nature of programming right so we the curriculum includes illustration interface and marketing and package design so they learn concepts language theory the body mechanics and also vehicle and product mechanics as well they're dealing with digital software photoshop also sculpting model so we have concept design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world building and game design we have fashion design so they're dealing with clothing accessories creating original so market branding and also stylization trends they'll go into marketing as well through the curriculum they're going through line sketch proportions stylization design product and then also learning about design patterning and the history of fashion and the looks so there's fashion illustration textile pattern weaving fashion design and also costum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movies or any of those theater productions we have fine art so they're really exploring experimenting thinking of modes of expression expressive technical skills through experiments on control techniques we educate the students to have them really look at their culture and be culture producers so that way through their concepts they're creating artwork that is contemporary using mixed media they'll incorporate photography any kinds of traditional or more maybe outside material as well so we have them do installation art so not only is the artwork presented in the gallery but also in a sort of non-traditional way there's visu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so they're looking at their identity and through maybe their own culture and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then putting back into their work there's conceptual and experimental and then art and critical theory we have graphic design and advertisement so this is preparing students for print electronic and film media they visually design images to inform persuade and be for moving specific audiences so they're working with a lot of logo branding they're creating motion graphics uh layout and also advanced computer graphics such as 4d cinema they're doing photoshop illustrator dreamweaver etc so we have package design graphic design typography and corporate brand and logos our illustrators they're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personable images gallery maybe contemporary issues they're kind of being more for client-led or there are gonna be projects that are for exhibition the course will cover communication arts books illustration comic books design topography and such so also people are dealing with CGI could also take upon illustration as well there's specific schools for those so illustration essentials and then they're dealing with books publications editorial graphics novels and comics we have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methods and also digital so now here we get to the industrial design so that's product and transportation so if students are wanting to deal with more car design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this would be uh your major so our production for product design is how design conceptualize and problem solved for various customers and use they're dealing with incorporate fine art skills and in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they are dealing with computer medical supplies package they often deal with 3d design um drafting industrial design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s as well and presentation so here uh ideation sketching develop in their idea to go further into production and then there's a prototype right the testing of the product and dealing with scale and material we have the engineering so the components exploded views and seeing how things are turning on on twisted um you know kind of uh working with um other kinds of scientific sort of uh incorporate also there's 3d modeling so really seeing it in different angles before it goes into production so for our transportation designers uh one of our teachers is that deals specifically with transportation as is roman indies and he is a professor at art center uh local college here and so he teaches that same uh criteria and most students that actually end up graduating from our school he ends up being their teacher as well so here they're dealing about car design the stylizations uh interiors uh sustainability now and different kinds of automotive since also uh transportation is developing into more eco-friendly uh they're dealing with aviation uh high performance cars um they're dealing with sketch pad and also uh more traditional as well uh manufacturing in the industry really seeing what the industry and solving solutions uh for different systems within that so there's concept design they go into marker rendering they do 3d modeling and they're dealing with mechanics this is a fairly new major it's integrated arts or ui ux design so user-friendly uh design and developing apps webs um so here the ux is uh sort of satisfaction the user friendly experience right so how do they navigate through a application and what are these sort of information that being handed down as they go through it how smooth is that transition so really students are designing th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very end so there's prototype and design concepts there's web design and mobile apps wireframing the user interface and experience so these would all be tested and that way when it goes but they do heavily research and strategies so something is associated there's an application there a lot of the students i have is actually uh where their projects are tested on their friends or on their families um before it gets to the final stages so that there is a functional ux application most students also deal with figure drawings so this is a an area where it speeds up some of the the fundamentals so they're dealing with a lot of like materials uh they're dealing with perspective they're dealing with the human anatomy all at the same time and experiencing them with different materials so that way it's not stagnant and they're evolving so we have dynamic posing mixed media we have character and costume and of course anatomy we're dealing with muscles and the skeletal system and body dynamics so what is an art portfolio versus a supplemental portfolio so we cater to both usually when students come in uh some schools want a certain kind of portfolio but we try to encompass everything so that they could apply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ortfolio and the artwork is there they have options and then we could just cater that portfolio to different schools and we provide consultation for our parents through advisement so not only through our program but also we bring experts from other campuses like art center we provide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or community service opportunities which is highly sought through through college application admission officers and again we bring in college so they present their programs so that way the students if they have any questions or they have any kind of maybe they're there to be resilience to enter that school they're there to answer anything and also to hear what we have to say to kind of confirm it through their instructors and professionals that come in and at the end we do have a summer camp every summer there's intensive summer camp so for the new year kids they could just explore different types of projects that are fun and engaging and also we take them out into field trips and then for our older students they really can concentrate on just producing that portfolio and so we offer more classes and most students sign up for more than one so our aim is to get them that merit scholarship through our portfolio additional college scholarships there's legacy scholarships and more so we'll talk to families about the type of aid that they could get the type of scholarships that they could get so that way they're not limited and lastly we'll just talk about our alumni so recently we've had these students admitted recently and we're still waiting on results but you know there's katherine so she got into clara mckenna and so she's going into neuroscience and psychology there's jessica fung who got the presidential scholarship 23 000 per year she's going to san jose state maryland institute college of art gave her 24 000 per year and four years a total of 96 000 uh risd is you know she got into what 48 per year and 192 000 total she got into parsons new school 22 000 per year and uc san diego so you really could see that these are high um scholarships that their students are attaining bryce limb is cca california college of college of the arts uh 20 000 per year total of 80 000 oti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pres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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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larship is the highest scholarship that you could get in this school so you could see some of the students are getting that high expectation that maybe it's their dream school but also other schools that leads to maybe a student and reconsidering their options and so it'll play into at the end where we don't have a student just apply to one school uh do the fact that they could get other colleges and maybe other options and really try to have them research the school really understand what they're trying to apply with why they're trying to apply with and what that school can offer them so that you have 10 is uh otis also another scholarship 23 cca and uc irvine and uc riverside another purdue uc irvine for tiffany sun uh dorothy we she lagun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and treatment design 9 000 per semester and so on um so you could see our students are getting in in these high colleges these are passed from 2020 so otis these are chicago parsons art center otis risd parsons this is illustration for art center and usc 2019 2019 2019 2018 and so on so some of our alumni are working in the industry now this is eric and he started very young he went to the school at maybe 11 and graduated from art center he is now a full-time faculty member at art center teaching the under the entertainment design field jonathan chen he graduated from usc centimeter arts and so now he's working in hollywood diane chen so she's working for boeing industrial designer and this is lorraine so where she her story is that not only can a student grow up with us but a student could come in and she was a transfer so she was going to fit them and she i consulted with her and she was saying i need to go to another school i want to transfer but i only have four months for application and i thought it was a very very high risk and i told her this is the reality you would have to come every day you know and finish your portfolio and still go to college while you were doing that and so she agreed and sure enough her work ethic really it was inspiration to other students and she got into her dream school and so she's about i think her last year in college right now so she'll be graduating soon so lastly i'll just leave you with student examples so we would love to hear any kind of questions that you have for us at this time thank you so much mr um oh ma thank you and how uh 院长啊你好我刚刚啊有提有人提问啊 院长您在线上吗 等一下我看我看我看我说你 在在在你看到我吗 我现在看到你了 我们就想请教你一下就是啊 呃 就是covid期间呢 你们怎么上了法 有有有 确认有问啊 啊 今天我们的全面网课 我们已经上了一年了 ok 所以全面的网课 我们的作品机考大学的全网课考取的 哦 ok 好的 好的 我好 那还有就是另外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这个career方面怎么样指导小孩子 呃 美术能够成为他们未来的这个生涯 生涯的规划 这个未来生涯就是不是我们能force他们的 呃 我们所有的小孩都是什么 他来画画 来的时候我们他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想法 有的小孩根本就没有想法 家长就送他们到我们需要来 小孩嘛都看见学画画嘛 家长就送来了 没有任何想法 可在画画过程当中 孩子慢慢形成了他的 呃 他的世界观 他的idea了 我想去 因为他看到前面那个大哥哥大姐姐啊 这个阿尔森德尔 那个去罗德岛了 奥迪斯了 哇 画那么好 他赶紧来了 我也要去阿尔森德尔 就是说一开始完全有的时候 没有一点点idea的 就是来画得玩的 那后来如果讲 你愿意去上美术学院了 对我们来讲 没问题 好 我知道你们今天还有一位很棒的是我们的advisor 我们的顾问 哦 Joyce也在线上 是不是可以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他自己有这么好的经验 他家里人拿到这个全国第一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哎 大家好 听到吗 听得到 最支持我们的 谢谢大家一次 谢谢你 哎 我想请问一下 刚才欧马老师的slideshow里面 就是还可以回放吗 就如果说 有家长有问我 说哎 他那里的那些课程的 是不是可以就是再回去看 看得到 可以的 可以的 啊 家长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也可以连我的微信 Joyce 我们有YouTube的link 所以很快我们就可以把link送给你 他要看哪一段通通都可以 就有关于今天的讲座 也会送给你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对啊 现在我真的应该很谢谢汪老师跟汪院长 他 真的是个 你看刚才他讲话讲的 就是我觉得他是全心全意 致力于这个美术教育 他不只是美术教育 他还是教育小孩子怎么样做人 然后像我们家小孩子都在汪老师学校已经差不多应该有五年了吧 五年了 然后我儿子女儿也在那边 然后我的niece Angie 像去年他拿到那个谷歌的那个全state California state的第一名 那这其实是一个一个过程 我觉得汪老师美术学院他 我们在那里学画画呢 他对针对每个孩子不同的情况 他都会很仔细的来了解 然后每个孩子的程度跟他的特点来建议 就是你的孩子应该上什么样的课啊 然后他每个阶段都会很细心的老师负责 就比如说像我 我女儿在Miss Noriko的班上 那Miss Noriko刚才已经说到 她在班上她会告诉小孩子说 你需要整理你画完画的笔 然后在我女儿有点慢的时候呢 她就会一直很encouraging 希望说希望说她可以每一次都完成她的一幅画 其实这是一个完成的过程 我就觉得说小孩子在汪老师美术学院上课呢 他不仅就是说得到了艺术方面的一些熏陶 他在很多像比如说他自己的time management上面啊 然后得自信心的体现上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你可能一天两天看不到的 可是你一年一年下来 你真的可以看到她的进步 就像我的那个niece Angie 他在汪老师那边 他从很小的时候吧 就画画 他喜欢画画 然后呢 汪老师学院那边就很注重于训练孩子的想象力 那他也很就是希望小孩子能出去参加比赛 那参加比赛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拿一名或者什么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培养了孩子的想象力 他的成长跟进步 他的自信心 我觉得这一点 我真的从Angie身上可以看得到 对 然后他拿了好多的像那些mayor来讲 其实这都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思是 对 院长他们 我就很 也很 就是很谢谢汪老师美术学院给这么多孩子们 不仅是我们家的那些孩子们可以给这么多孩子们这么多的guidance throughout the years 对 然后你刚刚说的疫情期间 你知道第一时间 汪老师就是我们那时候去年嘛 三月份的第一周 疫情开始了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小孩子突然间好多时间在家里面 然后汪老师马上第一时间 他就说 他就说 我所有的美术课全部到网上 老师全部第二天就已经就马上就全部到网上 而且他所有的课程都是半价 哇 就让我们这些 就让我们就是突然间觉得说 哦 我们小孩子可以有地方上课了 没有说 我不会说 哎呀 不知道 课后了 然后他们以前都一直在上画画呀 上这些怎么办呀 所以就是 汪老师真的很全心全意的在为这些孩子们找上 我本来说 我本来说 三个月啊 就是说疫情那么久 三个月没好 我又一年半个月 六个月 还没好 学校都快没了 我刚才说 汪老师 我说汪老师 你这个你这个半价的学费 你还一直这样子下去吗 汪老师说 没有关系了 我觉得小孩子就 这是我最 你知道吗 她的心真的是太好了 一下坚持到八月底 六个月 做了六个月的半价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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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 Joyce 还有什么要分享 为什么你们 是因为你们天生有这种Talent吗 才可以拿到这么大的奖吗 我觉得Talent也是有 但是坚持跟努力 其实像Angie她一直很坚持 很努力的 在做好每一件事情 其实这跟 就像我说的 这跟老师的教导其实也很大的有关系在 因为小孩子她完成一个作品 有的时候比如说上课两个小时 有的小孩子可能完成不了 对不对 像我女儿呢 她就是很慢 她完成不了 可是汪老师那边的老师 她会一直鼓励 比如说课后 她就打一个试试给我说 Sophie妈妈呀 你要去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Sophie她有没有完成 我希望说不管她花多少时间 或者一天花一点点时间 她也要把那幅画给完成 然后像Angie她也是每一幅画 她都花很多的时间去 去要怎么样完善 就是变得更好更好 那老师一直都在鼓励 所以我觉得这是 所以我最想要分享的一点呢 就是说我觉得我看到这些孩子们 你说汪老师那边小孩子拿那么多的奖 其实这应该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 或者说我有很大的天分 我随便一画就画出来的 这其实是跟很多方面 比如说就是学校的教育啊 然后自己小孩子本身的这些坚持是有关性的 然后我就看到Angie这么多年来 在汪老师学院那边的一点一步的成长 真的很开心 然后去年她拿到那个大奖 我们大家都真的觉得说哇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她今年不只是去年 她今年的PTA Reflection 她又是第一名 然后她的第一名是 Outstanding Interpretation 要拿去加州 又要拿去州上面去评评 看看能不能在哪一个州讲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迷思哦 我接下来就是一个家长的问题 就是亚地家长其实很重视这些Academy 她说她如果孩子不是要从事美术方面的职业 那美术专业有加分吗 到底能够加多少分呢 谁可以帮我回答 多少分呢 她是一个印象分 她不是说PTA是个三 我放过作品就变成四了变成四点几了 她就首先她认为你是一个全方位的 美国特别是美国 她喜欢小孩全方位的发展 就说比如说你考哈佛 那有可能那个小孩是四分 你也是四分 打个比方讲 那两个你说这个美术怎么加分 那么就说你多个作品级 人家肯定会要你的 因为哈佛她需要一个懂美术的 他们需要一些宣传方面的东西 她认为你是个人才 你有特长 除了学习好以外 你这个平行好以外 你这个义工以外 你还有作品级 你一定是跳出来了 一定是出彩的 就是我们学校 我们是美术学院 对不对 我们小孩考UPN 小孩考的是那个科学 什么数学 将来是 我们小孩考那个耶鲁的 也考哈佛的 有的根本就从政的 就是说作品级就给她加分了 你说加了多少 就是给人家认为你是全方位的优秀学生 她就录取你了 好 那我问题来了 怎么样能够平衡这些孩子 对于她的这个才艺方面跟她的academy 因为这些亚裔的家长都会focus在 如果他是要政治 那就读书 好好读书 才艺方面 他可能会被抹灭掉了 那你在给你什么样来鼓励 一个人呢 就是我说的要培养一个 一个人综合性素质 不只是academy 要不然就变书虫了 读出来的书 我讲的她除了她的 在生活上面她有个白痴 是不是这样 很多就生活上很多智子 甚至于就是说 能力都很差 我希望小孩子 就是说你看美国培养的人 就是说她专业又好 她的表达能力又好 她的生存能力又强 那我们的画画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画不只是 为什么说 你看我们画的作品里面有雕塑的 有搞定就是说有做手工的 小孩子做手工 大孩子做雕塑 对不对 做365度的雕塑的 还有做手工 把他做个房子 所有的木材都自己慢慢做出来 一点一点粘出来 他不是买现成的小床 现成的一个什么小桌子放上 他是用买了乒乓棍 自己截自己去自己粘 要培养小孩子能力 和生活能力非常重要 就是说 画画就是真的帮助家长 弥补了 他只是去抓学习 学习 学习 让他动手动脑 用眼睛不是说只是一个专业 那么就是怎么平衡 要培养小孩子自觉性 学会要会 manage time 就像教育司长 会manage你的时间 要不然很多时间 大家时间都是24小时 那为什么有的人考的A 有的人考的A 有的人考的B 除了他本身的智商以外 孩子们现在都聪明 我认为 现在孩子没有笨的 除了先天性的生下来 他残疾 那是另外一回事 正常的小孩都挺聪明的 关键是很多小孩没有善用自己的时间 他一边学习一边跟小孩聊天去了 或者一边去看别的什么是 YouTube的东西去 就跟他盖不去了 他眼睛 你看他在学习 人的脑子不在里面 所以我们训练小孩子学习要专注 我们画画就一个培养小孩专注 培养小孩focus 培养小孩many time 画画少一笔都不行 是不是 每一笔都要画出来 你慢了就不行 所以我们这小孩就说 我经常说 没有教不好的小孩 只有不会教到老师 所以有的 你还来采访我们 就说 电视台采访家 你们小孩是不是挑选来的 我说没有了 我们还没留到这个地步 我们不是 Police是挑来的 还已经特别的家长 我们是一个课后补习学校 我们还没有到 没有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进人的地步 我说有一天我们会的 有一天我们会的 但目前我们来的小孩 就是你愿意到我们学校 你看上我忘了 我们是学校的 你就坐下来 我们教你 你看不上去别的学校 没有关系 我们包括我们有 现有的学生 也有家长 就是和我们 有一点不高兴 就说我的小孩 七岁了 我朋友的小孩也七岁 在别的学校画素描 画油画 你为什么让我小孩画儿童画 那我就要跟他讲 为什么这个年龄要画儿童画 儿童时期就是儿童画 他们没有受过任何素描训练 他们出不了反而大师 他们没有框框限制 为什么从小把它限制住 还有一条线不直 你今天能让他画直吗 他今天不圆 那他画圆吗 插到最后整个新鲜感 兴趣都没了 最后他说我不行 我不想画了 不是他不行 他没到了年龄 八妙助长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最后讲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说到了九岁 十岁这样子 有的时候还到 你可能十一岁 没起来不一样 对不对 就说到他可以理解 那个时候 理解写实的时候 讲比例的时候 那时候你再慢慢渗入 三岁三岁的基本功 八岁八岁基本功 十岁十岁都不一样的 我们要根据各个时段 小孩子的心理去给他的课 这样小孩 为什么我们呢 像Jessica今天考去罗德岛的 他除了奖学金以外 还拿着助学金 他家经济比较低 收入比较低的家庭 所以他拿了一年四万八 他拿了十九万多 就奖学金加助学金在一起 十九万多 那个时候三岁是我们学校的 今天十八岁毕业 他为什么坚持 就是每个阶段你给他 小孩子有兴趣的 不是我们家长 有家长要素描素描素描 认为这是才学画画 是的 要看什么年龄段 包括安基得了 得了这个加州第一名 你让他画素描 他还不行 他理解不了那个空间关系 这样我们先认一二三四 然后去演加法 减法成法 对不对 然后再上微积分 上函数 whatever 慢慢的 是慢慢渗入的 话话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关键是老师 怎么一个是引导 用什么样的爱 去爱孩子 如果你只剩为了赚钱 下了课就走掉了 我们的老师 欧玛老师 我们是七天二十四小时的 回答学生问题的 没有这样学校的 我们家长有的时候 夜里三年给我发个信息 他本来就是让我们早上看 有的家长是在外州的 像德州啊 纽约啊 现在什么芝加哥 加拿大 中国都有我们学生 因为网课了 没有地域限制了 那有的家长是发给我们的 我 我就说立即会把他们家长吓一跳 你还去啊 德州昨天一个小孩 七点多钟跟我谈事 我就回他 汪老师吃这么早 他俩知道我一夜还没睡呢 汪老师吃这么早 我没跟他说 我说我还没睡觉呢 我刚刚上床 他短信来了 我妈就回他了 就是我们需要老师也做到这样子 但我不要求他们二十四小时不睡觉 其实我是做到了 老师们就说 下了班 还是回孩子的问题 家长问题 就是我们就复到这个地步 我希望我们老师进入这种状态 就像我让亏的一种状态 那希望孩子们也进入这种状态 我们再做事 就像有个学校校长 评格什么 中国十大企业家 我说我一点都不知道的 我们做事业 孩子不是产品 孩子每个人自己能够交 就是我们今天学的成绩 不是Joyce不是一天两天的 是我们长年坚持 三十年的坚持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最后呢 如果大家对于王老师美食学院有兴趣的话 他们应该怎么跟你们联络呢 我的微信是 等一下 明明给 马蚁二的EDU 我帮你们放在你的YouTube上 好不好 等一下你发给我们 我想我们有资料 对 然后我们放在这个整个的连接上 然后我们就会 可以打电话呀 可以微信啊 可以脱Email啊 都可以联络我们 就是说 到了我们学校 只要你来 我说只要你来到我学校 你不来我没有办法 对不对 我不能把你抓来哈 只要你来到我们学校 我们一定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爱 对你们孩子负责 让家长安心工作 让孩子进步 我们就是说 我给你看我们家长店发来的 经常发来 现在王老师美食是明晓保证书 你会想哦 他学校好棒 我指求你孩子未来 他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很多家长交费的时候 哎呀哎呀交费了好辛苦 我说别急 等到你毕业什么奖金还给你 然后最后家长 哎呀哇 这是真的 我还已经讲得完 本来那上大学 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能录取就好了 根本都不想到 再给我们奖学金 我说 我除了让你们录取以外 我真最大 我最大努力 让你们得到奖学金 当然我不能干净多少 就是说 这个是个honor 奖学金是个honor 对吧 代表你棒 像我们计划拿的学 都是总统奖学金啊 嗯嗯嗯 我们的金的金额很高的 好啊 今天非常谢谢汪老师美术学院 这个院长带领的 Mr.Omar 还有我们的Advisor Joyce到我们现场 来跟我们分享 汪老师美术学院怎么样 院长怎么样带领大家 能够成功 那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 或者更多的迷思 欢迎你跟他们联络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Youtube 连续上面呢 我们也会把电话放上去 哦还有一个Chairwood 来哦 谢谢汪老师 哈哈哈 谢谢汪老师 非常谢谢你们的团队今天 那个那个你的发言非常感动 谢谢Joyce Joyce 今天那个你的发言非常感动 谢谢Joyce Jo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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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有话 OK 谢谢 What's the YouTube link 那YouTube link Don't worry 我们在稍后 我们会发给大家 我想Joyce 你我们的那个Web site 他们可以上去多久以后查呢 Joyce 哦 OK 所以CCSM.org 那我想你们明天查 东西都在上面了 所以你要的所有资料 以后应该就可以了 啊 明天以后就会ready了 OK That's good 所以Flower 明天以后你就可以知道了 哦 好 记得是CCSM.org 也谢谢大家 你们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不会画画 但是汪老师会 所以请教他们 非常谢谢 这个嘉宾Joyce 还有我们的Mr.Oma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